2005年加油儿女火遍大街小巷 幸福小区里的这三个孩子被全国人民数值 但加油儿女之后 三个孩子却迎来了非常漫长的成长转型期 游浩然胖了 一考了三年才考上电影学院 但形象气质不够好的她 依然无法在演艺圈站稳脚跟 而张一山和杨子选择继续在圈内打拼 当年拍完加油儿女二后 杨子以为自己还会继续出演三 但临近开拍却出现了意外 张一山就是刘兴 他是跟我学校的嘛 他是先跟我说 杨子家有女三个开拍了 将来一会儿去拍 我说真的啊 他说对对对 我爸妈没告诉我 然后他说已经找你爸 你妈已经同意了 我特高兴你知道吗 回来我就跟我爸妈 回来我爸妈说那个 就跟我说 就因为种种原因你知道吧 就跟我说没法去了 当时我一下心就成到谷底了 网传杨子遭遇了临时幻觉 被关系户剔了下来 才失去了下雪这个角色 后来杨子在博客澄清 是自己要准备中考 不得不退出剧组 进入青春期的杨子 发胖长青春痘 没了下雪这个角色 就更没人再找他拍戏了 童行的起点虽然高 但也经不住圈内 更新换代的速度 大多数童行的演艺经历 往往会成为 未来演艺道路上 无法摆脱的影子 就连宋丹丹都劝他 放弃一人这条路 孩子你长成这样 咱长得又不算那么漂亮 妈妈劝你一句 还是别演了 你可以去好好学习 他说但这个圈子太乱了 所以我很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 对自己很自卑 全国人民都认识你 大家觉得你 你是小童行 但是你拍不到戏 没有人找你 即便连丹丹阿姨 都不看好自己 但杨子还是想多试一试 高三那年 她迎难而上 决定考电影学院 结果一考就考上了 小童行重新出发 丛林做起 她兴冲冲的 给宋丹丹打电话 然后丹丹妈妈说 真的祝贺你宝贝 当时说你不好看 但没想到 你现在长成这样了 妈妈支持你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 得到了她的肯定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2016年 《难度娱乐周刊》 集结了近百万网友 与110位专业媒体人 与圈内人士 就知名度 表演力 作品素质 影响力 发展潜力 五个维度 以投票的方式 选出了四小花蛋 杨子便是其中之一 《四小花蛋》中 关小彤如今已 斩获白玉兰最佳女派奖 周东宇靠两部电影 分别斩获了金马奖 与金像奖 而杨子作为四人中 不管人气与资源 似乎都不及的一人 从2016年起 每年都有一个 出圈的角色 那一年对于杨子来说 是特殊的一年 临近毕业 她接了《花飞花》 《雾飞物》 《烟纸王》 《老爸回家》等作品 但火花不大 人们见到她 还是只能想起小雪 直到那年 《欢乐颂爆火》 杨子饰演的邱莹莹 出圈了 邱莹莹是一个 摄氏不深 有点蠢笨的小傻妞 做人做事 几乎都躲在 姐姐们的语意下 有样学样 但是邱莹莹 被网友们骂得多惨 说明杨子的表演 就有多成功 《欢乐颂》之后 很多观众 在看到杨子的脸 第一印象 不再是下雪 而是邱莹莹 随后 亲爱的热爱的 香蜜等聚热播 古装的 现代的 她一一试过 也都上交了 满意的答卷 杨子用自己的努力 和真诚 一次又一次的 向大家证明 除了下雪 小猴子 还有更多的可能 娱乐圈有真友谊吗 有 但很少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演员 早早被父母送进经纪公司 习惯了被包装 被做成热点 友谊 爱情在巨大的名利面前 往往会被挤到边缘 但杨子跟张一珊不一样 亲爱的热爱的 香蜜等偶像剧播出后 杨子的人气暴增 成为为数不多 演技可圈可点的流量小花 但她和张一珊的关系 却没有因此疏远 嬉皮笑脸 你推我嗓 拍前幕后 姐弟俩的关系如初 张一珊评价杨子 是最没有偶像包袱的女明星 她对杨子说 这不像是两个成熟艺人之间的对话 但却是那个带点脾气的北京男孩 会对她亲姐杨子说的话 这份友谊能够得以为耻 同样也少不了杨子的好性格 她真实 大方 所有跟她关系好的朋友夸她的时候 都并非在商业胡吹 而是把她当作最值得依靠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急需60万 你觉得圈内哪个好友会借给你 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杨子他肯定会借 而杨子则偷偷在小号上说 一个人的品格好 他就会越来越火 人品不好终究会被社会淘汰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好人 可以说一路走来 支撑杨子的从来不是包装 人设 漂亮的脸蛋和身材 而是好品质 好性格 以及非常专业的工作态度